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黄建文医师 大家好我是安娜 建文医师你应该知道现在的行政院长是谁吧 当然咯那就是我们的匆匆匆的苏贞昌院长 没错 苏院长每天日理万机升龙后虎的样子 但你知道他曾经因为压力过大过度劳累 而造成免疫力下降 出现了颜面神经麻痹的现象 另外像蔡康勇 徐乃琳 白冰冰 杨胜达等艺人 也都因为颜面神经麻痹 而严重影响到工作及生活呢 颜面神经麻痹其实比较常见被称之为面谈 这个其实指说我们这个病毒感染入侵我们大脑的第七对脑神经 所移行的一些急性的症状 这个感染的范围其实分为我们的中枢型跟周边型 中枢型其实指说我们脑部发生酸塞或是有肿瘤的状况 那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的颜面神经麻痹都是指周边型 它指说我们这个半边脸部的这个脸部的肌肉 它是麻痹的状态 比较无法做出正常的脸部动作 那不过这样说大家可能听起来是有点抽象 我们用一张图片来稍微表示一下好了 好 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人脸的图像 可是很明确看到这个颜面神经麻痹其实很常见会发生我们人的左右脸的部分已经有点不对称的情况 那像这个左边的脸其实我们的抬头纹其实是非常不清楚的 那另外眼睛是无法闭上所以常常会有干涩流泪的情况 那另外像是我们这个脸颊其实会有这个麻木紧绷甚至感觉迟钝的问题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嘴巴会发生歪血 甚至有些人会流口水 那以及有些人会有一些味觉的异常的状况 好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我们这个第七对脑神经入侵我们的身体啊 影响我们这个颜面神经麻痹的问题 那第七对脑神经它的范围啊 其实可以看到它几乎占脸的这个整个半边的状况 从眼睛啊 到脸颊 到嘴巴都有 所以它其实影响的范围都是蛮大的哦 那是什么原因会造成颜面神经麻痹呢 临床上很常见的颜面神经麻痹啊 是指我们这个贝尔氏麻痹 BELS-PALSI 它是指出我们一些不明原因啊 或者是病毒感染所引起 造成我们这个攻击颜面神经营养的 血液循环发生障碍 而导致颜面神经麻痹产生 那另外很常见的啊 像是我们亨特斯症候群啊 它其实是指着我们水痘 或者是带状泡疹病毒 所引起的神经性的发炎 那导致颜面神经麻痹 当然有些原因呢 还是像是我们这个过度疲劳啊 或者是有一些肿瘤啊 手术外伤所造成的问题 那当然正多的是找不到原因的 颜面神经麻痹哦 这样听起来颜面神经麻痹 跟中风的情况很相似耶 请问它们之间的不同是什么呢 那其实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啊 就是去照镜子 照镜子的时候如果发现 因为我们的这个抬头纹啊 跟法律纹已经消失了 那当然我们先排除 你不是打了肉毒感觉 这样的话就蛮可能是我们这个典型的 颜面神经麻痹的问题 那不过因为中风的这个受损的位置啊 在我们脑部的地方 所以除了我们这个眼歪嘴斜的部分啊 其实很容易发生在我们同侧的手跟脚 有无力的状况 那当然有些人会有一些吞咽的困难啊 或者是说话不清楚的问题 那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症状啊 其实还是建议尽快找医师做一些诊断哦 若发生颜面神经麻痹 医师会建议如何治疗呢 那因为这个急性期的颜面神经麻痹啊 是因为这个神经在发炎 所以一定会开一些这个类固醇 来医师发炎的状况 那另外降低我们这个神经受损的程度 只是在过了急性期之后啊 其实没有什么药物是很明确有帮助的 顶多开一些B群啊 来一些辅助的使用 再来就看我们神经自己修复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样是比较倍重的 那另外有10%到20的颜面神经麻痹啊 它是无法恢复的 所以只要超过三个以上还没有复原的话 其实这个复原的机率它就会越来越小哦 那最佳的治疗方式啊 就是相应神经调节疗法 它可以调节我们自律神经的活性 改善脸部的血液循环 那帮助我们神经啊尽快做一个修复 那另外也可以提升我们这个颜面神经的免疫力 那目的是要降低颜面神经发炎的状况 以及避免这个神经的持续被破坏 那另外也可以预防我们未来反复的发生哦 那有些民众会有眼角、嘴角 甚至脸部抽搐的情况 请问这也是颜面神经麻痹吗?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状况啊 其实比较像是颜面疾痪 它是指我们这个眼角啊或者是脸部啊 有不自主的连续抽动的问题 那初期可能会发生像这个眼睛眨眼的次数啊 会比较多一些些 那另外像是我们这个眼睛开始酸涩的问题啊 脸部开始有抽动的状况 那更严重啊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 不过这个颜面疾痪啊 其实也是可以透过自律神经的稳定来恢复正常 所以如果有以上的症状啊 建议还是有医师来做一个诊断会比较好哦 那当民众发生了颜面神经麻痹 是否有些方式可以帮助加速恢复呢? 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补充B群啊 加速神经的修复之外啊 其实脚口香糖也是一个很好的复健方式 那我这边也提供几个动作啊 来让大家可以在家做一点复健哦 那第一个动作啊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眉毛用力给往上弹 造成头上有那个皱纹的感觉 往上弹 那再来就是我们眼睛的部分啊 我们先用力的闭得很紧 用力把它闭得很紧 那最后就用力的张开 尽量张到最大 那再来嘴巴的部分啊 那我们尝试用这个很像鸟嘴的感觉 把它内吸 那最后一个动作啊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嘴巴把它鼓起来 左右去轮流鼓 那以上几个简单的动作啊 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经跟肌肉 做一个修复 做一个恢复的状况 所以其实尽量可以在家练习哦 适度放松身心 避免过度操劳 就可以大大降低 颜面神经麻痹发生的状况哦 此外提升免疫力 稳定自律神经的平衡 更是掌握健康重要的关键哦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啊 欢迎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